我打过世界赛啊 然后亚营会啊 亚洲杯啊 亚锦赛这些就是 还有一些对抗赛 然后就是对国际上的一些比赛 还是相对有些经验的 打完这一届亚营会的话 我也就面临退役了 然后也很希望自己今年 在那个航空亚营会上 取得这个卫冕的冠军吧 好 女子舞时二宫金级的决赛 就要拉开战幕了 所有人做好准备 我们共同期待 比赛正式开始 有请本场场上裁判 报小弟国家级 比赛开始进入节奏好快啊 其实比赛开始之前 新丹已经开始为 红方李月瑶加油了 对对对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这两位都是老将了 红方李月瑶拿到第十八届亚营会 52公斤级的冠军 对对对 乔杰如也是第十四届 全运会女子团体的冠军 对 她是去年的全运会冠军 好嘴儿 深入 二一 满 满 贾老师对他们两位 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嗯 她拿了现在 我觉得一种打法 是各有风格吧 嗯 这个刘月瑶属于那种 我觉得因为她身高 身高比较 她拿的身高了 我觉得还是有些 蓝方身高比较高一些 全腿的技术比较 对 蓝方一米六五 对对 红方一米六二 这个刘月瑶各的 身高稍微低了一些 对 稍微吃点亏吧 但是刘月瑶这种 想近身去摔法的比较多一些 但今天我觉得他的腿法 用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上演 改变了以往的这种近身的摔法 南方运动员的这种直线性腿 和远距离的打法 是一种控制的上演 他们两位今天是争冠亚军 拿到冠军的话 按照我们的积分体系是机20分 那亚军是机10分 OK 今天刘月瑶这个气势上 压制了对方来上演 对方还是没有放开的上演 对 尤其心理阴影 是 在国安队训练的时候 就是比较那种外向性的运动员 就是这个非常有气势的训练上 在训练当中他就非常要求自己 这种 属于自制力也比较强的 对对对 我就看他给我的感觉是属于那种 又刚又猛的 对对对 就是女孩子很少就像他这种打法了 就是压迫性打法比较多一些 心单是太激动了 我觉得这个解说也不管了 两手紧张 就觉得很紧张是吗 对对 但是我对他这场没有任何悬念 肯定李月瑶赢 不是我自信啊 就是自信 因为他已经不止 不止赢过脚结束一次两次了 就是他赢过了很多次 其实从心理上的话 运动员遇到这种赢过很多次的人 他心里其实都已经很那个了 压力要大很多 他比较有信心 对 他本身这个李月瑶在训练当中 他就信心挺足的 对 开始告他怎么打 对对对 他中间休息教练员都会 给运动员安排去计战术 第二局的时候 他要一直压制对方 用全开路的 一直压制对方来打的 但是蓝方乔杰如的教练 我们也听到说 一直在跟他布置的是直线 直线 对对对 他压迫性直线往前走 他用直线性的腿 他会把对方打到外面 他就因为对方一直往前上 你李月瑶一直往前上 他用直线性的腿 他用全盘 这个李月瑶正好下潜报 所以这就救了人家下面的指挥 好啊 快点 这样的下类是不算的 就没法打 对双方一起下类谈 对双方的运动员打了一些腿法 和全盘力度上不如李月瑶来上 嗯 蓝方其实现在已经被打乱了 对 对 他这个李月瑶一直压迫他 他老是后退的动作出不来了 已经完成就是跟着 同方的节奏在走 嗯 哇 这个太 刚才他的那个白拳幅度很大 李月瑶一个下潜 就把对方就很轻易的就摔倒 嗯 蓝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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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两个 差不多 嘿 对一个 大腕劝 蓝俊 蓝俊 前队串出去 蓝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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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这个反打当中 打拳 踢腿 是踢到 打到哪个部位是得分的 对对 拳法打到躯干和头部是得分的 就清晰有效的基础 得一分 然后腿法是踢到大腿是得一分 踢到护距躯干者和头部是两分 刚才李月要把对方推下了一台 推下了一台是两分 如果要在一局当中 两次推下了一台 那就是这一局就 就可以结束了 对对对 就等打下一局 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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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稳稳地拿下了 对 第二局差别还是比较很大的 第二局比赛结束 李月瑶今天发挥的还是不错的 他们发挥的 第二局 莫胖胜 第二局比赛 莫胖胜 那经过这一场比赛之后 李月瑶的几分就是20分 对对对 乔杰如几分10分 对 那么刚刚上一场比赛的 陈梦岳是几5分 对 比赛结果 红 方 胜 祝贺李月瑶 感谢乔杰如 0